去重慶很多人都會去的18T這個景區 那阿哥事先收集的資料 我們那個收集都好來得上 對 確實在那邊呢 放了一項族狗的影片 祝福大家到18T走走 接下來就用影片來介紹 當初我們去18T的來情形 大阿哥來插發的簡單用盤子 你怎麼走一點點 稍微的走一小段拍一小段給大家看一下 18T 我現在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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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是竹子 不定早可以 那你還好 你現在開始在床上 你要去嗎 不要 那边就是传说的十哈铁 好的,阿宗决定半途而会 这边比较特别是看到7-11 看到小七了 好啦,上面不爬了 刚刚本来不打算走上来的 后来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上来 但是不是走上来 为什么 这个呢 有这个小票为证明 花了十块钱 七百米坐出租车 两个人从底下坐上来 这样的话 就不用走这段路 很少人这样 跟出租车司机问了一下 他说几乎很少很少人会像我们这样 从底下坐个出租车到上面来 这就是18T的制高点 带各位看一下 所知道的那边有一个地铁站 阿州手指的那边有1号线 好像是1号线的地铁站 在手指的那个方向过去 那我们刚刚就是坐出租车承上面 那边过来的时候 那边一个收藏市场 那边有一站 就坐上来 诶 这边有写的地铁站 确定是 诶 对 1号线和2号线 那在这边 有一个叫藏口站 上来之后呢 下次你们可以坐地铁 但是我们图个方便 就直接过来 后面那边还有一个 我爱重庆的一个标志 我往前面稍微的讲一下 这18T 既然来了 多花一点钱就上来 免得后悔一辈子 这边也一样 很多旅游团都在这里 那 这个 是一个广场 我们就这个广场之后 那个刚刚司机大哥跟我们说 从这边走下去 那我们就开始走下去 慢慢逛下去 给各位看一下 诶 这边怎么有茶叶夜色啊 4号路口 有电梯下去 诶 搞不好上面那边有电梯上来 不知道 可是我刚才从那一段 根本都没看到有电梯 看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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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电梯下去 去哪不重要 重要的是去哪 错错错 去哪不重要 是要跟谁去那边才重要 这边是楼梯 后面那边还有电梯 三个电梯啦 会不会是真的是这样 不会吧 没了 没了四成而已啊 四罐五十块啊 五罐 六罐五十块 四罐 四罐五十块 五罐五罐五罐 这个很好吃 这个蒜香味很好吃 对 这边有人在制作 嗯 好重的胡椒味 葱香味的啊 可以过来试吃了啊 好了好了可以来试了 这个蒜香的啊 来请到前面的冰箱啊 我们有这种花种味道 这样合适一样的啊 好赶尝一下 双香味 咋咋嘛 来欢迎我们走过路过的朋友 2 2 4 製作方式很辛苦 完全手工製造的 這是豌豆嗎 對呀 吃起來脆脆的 吃一下 不要謝謝 老闆謝謝 好幫你打一下廣告 對 記得要戴 老闆好熱情喔 這邊都是吃的 那邊是走的 一條街 這邊跟那邊不一樣嗎 那邊也是樓梯下去 這邊也是啊 不知道 差一條街 餅就差一倍 剛剛在那邊 燒餅五塊 這邊燒餅十塊 那邊燒餅五塊 這也是啊 類似的啊 那邊都是五塊五塊五塊啊 這個外面都沒有了 拿著 誒 裏面看裏面選的 只能花錢 他會堅持唷 沒拿著嘛 自己也喜歡 自己喜歡的東西 要動手呀 有的嘛 也不讓你拿 超五塊 我喜歡老真的 不行了 我真的可以 真的很好吃 買了三袋 再帶一點嘛 帶了三袋 對 帶三袋 夠不夠吃嗎 夠了啦 行李已經超重了 不會超重的 你認為不會嗎 別走別吃嘛 別走別吃嘛 別走別吃 就直接吃完了 別啊 別再辣東西了 就得讓它背回家 價格上不貴啦 價格上不貴啦 三袋 四百五 台幣 平均一袋一百五 跟台灣差不多啊 只是它東西比較特別 用琵琶 還有桃子 對不對 還吃了一個是什麼 十八洞的那邊呢 狂風洞 這邊走下來 最上面那邊就是 有看到齁 從那上面下來的 一號斤二號斤都從那邊下來 之後走到這邊呢 會有一個古井 春風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隨便哪一邊 十八梯 十八梯 這邊就十八梯 白天有白天 這邊呢就是古井 春風 夏天來這邊應該是很棒的 那邊有個地標寫的 重慶十八梯 照老習慣 繞一圈 那邊有個地標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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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好 繼續往底下走 剛剛前面那個地方就是 我走到一半放棄的地方 其實從底下走上來還好啦 爺爺 我這樣走下來的感覺還OK 但是我們要保持體力 因為還有後面的行程 尤其明天 明天要去趕集 那也要走很久很久 我剛剛走到這個7-11 就放棄了 不知道這麼近 下次好好做功課 後面這邊就是我剛剛走到這裡就放棄的地方 我不知道原來這麼近 從上面走 從底下走其實沒有差很多 好 為了主持人家 這個人很性格 太封合去 老闆自崴祐 肯光 老上去 老上走 胡茬嚕 謝謝 有機會來這邊喝個茶 記得找他 SPA-TI 這個地方就是黃紅洞 當時呢 日軍在炸的時候 就躲到這裡面 我們進去看看 它的開放時間是早上9點到下午6點 18棟遺址 爪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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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轟炸的時候躲這麼多 講解 對日康障的一些歷史典故都在這 就知道為什麼重慶人這麼的不喜歡 我剛剛突然講出想說那句話 後來想一想不要說好了 雖然我不喜歡那個國度 不過也去過那個國度 我發覺這邊蠻多跟我一樣來自台灣的朋友 下次播放三分鐘後 下次播放三分鐘後 這邊有一些黃空洞當初建設的費用 還有黃空洞建設的成果 整個一個展覽在這邊 黃空洞的 聽到咔嚓咔嚓的聲音蠻重的 剛剛買的東西只好放在我的 OK 這就是當時的黃空洞 小心 今天好 這油印的 當時要派花海報 所用的油印機 這個是 應該是 那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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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花報機 很特別 走進來的感覺 覺得當時真的是很多人就躲在這邊 說實在的 這個黃空洞呢 就到這邊 那因為未開放的地方 給各位看一下 在裡面 看不到 就是一直到 延伸到裡面 當時在山洞裡面找的大概就是這樣 哇 撞到頭了 我海拔163公分都會撞到頭 我真的是 小心一點 這邊還看到 國民政府機構的黃空洞 是 對 對 會不會 對 對 對 好的,這是阿周目前所在的18棟這個黃紅棟裡面所拍攝的影片 我的電池快沒了 這支影片就先拍到這裡 我們下次影片見